中午假日同乡移工聚集在小房间里饮酒欢唱 一旁还有人用解义瓦丝炉炒菜 这个不到我平大的空间 就是他们在台打工的住所 这位印尼籍移工中文讲得还不错 因为他已经在台湾工作八年 期间还结识了同样来台打拼的妻子 还有这位越南来的女生也住在这里 来这里流水 我妈妈住在这里 有印尼 有远南 有代国 差不多一般人嘛 高雄大辽区八八快速道路底下 因为靠近大发工业区 有一大片用铁皮屋搭建而成的移工宿舍 狭小的走到两旁 隔出一间间的房间 约有七八十间 分属于三个房东 专门出租给个别的移工 冷气另外一步 其他地方再是千块一米 五十间左右 都是外劳啦 没什么台湾人 就十七户大概基本上一间是两个人啦 上百名东南亚移工住在这里 宛如一个小型社区 加上不是公司同胞 管理成了大问题 日前就发生 有移工在旁边空地生活烤肉 引起离长紧张 要是不慎隐然 可不得了紧急通报市府 发钱视角 人命关天 市府建管 消防 劳工 卫生 环保等单位全都来了 特别针对消防和环境卫生 要求房东改善 不到一周 每个房间都装上了住警器和紧急照明灯 室外也有多支灭火器 一间的状况 我们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安全感 但是现在政府 马上都帮我们装东西 我觉得现在都很安全 他想打拼 或许无法住得像在自己国家一样舒适 但人权和安全是最基本的底线 必须守住 明镜新闻邓山田 陈子平 高雄无事报道